哈萨领导的老虎部队已经成为叙利亚政府军的一面旗帜,虽然在内战中屡遭重创,但总是能最快的得到人员和装备补充,尤其是那些俄军现役武器。 外媒评论,老虎部队这样的全俄系军队,其现代化程度,实际上已经仅次于北约的叙利亚内战让叙利亚政府军的装备程度,跃升至少20年。 当然,这与俄罗斯不惜代价的军人有关,在叙利亚内战,尤其是反共作战中,老虎部队几乎出现在了所有关键地点。 相比其他士军部队,老虎部队除了装备上的优势之外,其人员素质也更强,是士军中少数改于同反对派和极端武装打下战的部队。 当然,其伤亡也要多得多,然后,就是这之精锐部队,在叙利亚内战远为结束的今天,竟首先遭到裁撤,去外媒报道,隶属于老虎部队的6500名官兵,其服役合同,已被叙利亚政府正式取消,结算回家。 巴沙尔已经签署文件,下达到戈士军部队,老虎部队此令苏哈伊。 哈桑准将目前并未对此发表任何评论,而就在此前不久,叙利亚政府军还因为兵源紧缺,刚征没了5万新兵。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,老虎部队并不隶属于叙利亚陆军或者共和国卫队,而是隶属于叙利亚空军。 这些说是叙利亚空军情报部门、共和国卫队等续军部队直接被埃萨德家族控制,忠诚度相对更高。 而隶属于叙利亚情报部门在老埃萨德死后,其出现了明显的独立性,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记者采访的时候,其领导人罕见地批评了埃萨德,认为其在内战初期的镇压行动不够果断,结果导致内战扩大化。 目前的叙利亚局势日趋凝朗,由于政治上的原因,续军短期内不可能发动对去北部和东部的攻势。 虽然阿萨德扯,将在今年年底,前解放应得力补舍,随着伊朗武装和真主党武装正实际上从叙利亚撤军,续军先有兵力勉强能够控制占领区,还存在大量的潜伏反对派和小谷武装。 在这种情况下,将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裁撤,难免有些蹊跷,今年胜利日,哈桑是唯一获邀访问俄军基地的续军将领,并获巴苏沃洛夫宣章实际上,外媒早已报道,老虎部队指挥官,哈桑,身的续军中下曾官兵,尤其是青年军官的矮戴,也不断传出风声。 趁普京有意用哈桑取代艾萨德,毕竟艾萨德声望实在太差,就遭到了拥护艾萨德的续军高级军官,也就是守旧派的嫉妒,这也是艾萨德让自己亲兄弟执掌共和国卫队的主要原因。 而此前更是有报道者,哈桑遭遇独次未遂暗杀,多名续军高级将领被逮捕,相比其他续军将领,哈桑唯一享受俄军特种兵贴身保护待遇,在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,艾萨德又已经对大将下手,削弱其力量,可见续军内部远飞铁板一块。 接下来,我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